如果有一天 你突然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不再真实 你和许许多多的人类 已经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囚禁在了和现实世界一模一样的虚拟空间 并对此毫无察觉地继续着每天的生活 这很严重吗 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竟然都一模一样了还分什么真假 当然 如果操纵着一切的幕后黑手把 唯一知晓真相的你 是做了抹杀的对象 那就另当别论了 在多神的帮助下 终于意识到表里世界背后阴谋的李湘和雍子 刚刚决定为了拯救全人类稍微处一把力 结果就被恐怖的偷掉者们找上门来 连能开启传送门的游戏手柄也被当场销毁 而且这个时机也太巧了 敌人为何能如此精神地锁定他们 之前多神先生提醒过 只要不做出引起偷掉者注意的行为就没有危险 况且就算万一被发现了 装作看不见对方的路人也能蒙混过关 关于后者两位少女已经亲测有效 而关于前者 我靠不抓你抓谁 好在这些偷掉者看起来不太机灵 在已经被贴脸的情况下 二人还是逃出了包围再次引引起行踪 不过眼下的难题是 没了手柄也就没了能打开传送门的方法 甚至都无法联系上多神寻求帮助 不过对此 李湘倒是还有个想法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宅记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冒险悬疑漫画 百万叠迷宫第三期 暂时摆脱了偷掉者们的跟踪 二人躲结了一条隐蔽的派水区 有趣的是在他们进入之前 水区看起了只有大概的轮廓模型 直到二人深入后 那里才浮现出了更多的细节 就有点像游戏里角色探索的相应位置 才会刷新贴图 这更加坐实了李翔的猜想 所谓的表世界并不是对地球一比一的复刻 而是利用囚禁于此的人类的记忆 自动生成出的虚拟地球 每当有人探索到了现有地图的边界或是死角 表世界就会读取其记忆生成相应的地貌 而那些超出了居民活动范围的地方 恐怕现在也依旧空无一物 而随着进入表世界的人类越来越多 只要给他们足够充裕的时间 说不定真能靠集体记忆 再建一个新的地球 与表世界不同 理世界中出现的事物虽然也来自于地球 却是胡乱堆砌复制凭借后的产物 且现在回想起来 绝大多数的素材好像都来自于二人居住的公寓 考虑到多神说过 他们是利用bug从表世界进入了理世界 说不定理世界本来很正常 正是他们这两个bug的到来 才造成了空间的野蛮生长 换言之 不是理世界的迷宫困住了他们 而是本不该出现在理世界的他们 无意间创造了一座百万蝶蜜宫 当然 现在比起思考表里世界的成因 理想更关心的是两个世界表里一体的关系 之前他就发现过自己在理世界留下的记号 也会出现在表世界相应的物品上 那么多神在理世界帮他们改造了手柄 也就等同于同时改造了表世界里相对应的那只手柄 凭着印象来到了上次在理世界里摔死的地点 一模一样的游戏手柄果然就静静地躺在窗边 不过因为现在二人已经解除了隐形状态 这让他们有点像私闯民宅的不法分子 这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再次拿回手柄 各种附加的能力应该就能恢复 但庸子突然有了个不安的疑问 弄丢了手柄也就等于失去了能力 那么此时此刻他们到底是真的摆脱了偷雕者 还是单纯看不见正在围观着自己的偷雕者 几乎是在拿起手柄的一瞬间 二人就再次进入了隐身状态 而房间四中的数不清的偷雕者们也随之映入了眼帘 李湘毫不犹豫就钻进了窄小的管道间 因为他确信没有人进入过的地方建模还是一片空白 靠着着金蝉托笑与偷雕者们拉开了一段距离 他们马上开启船上门准备逃跑 可附近埋伏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 还是有一只偷雕者跟随着他们挤进了门后的空间 呼叫多神仙上 现在发生了紧急情况请马上把我们传送回李世间 电话那头的多神也很快把握到了现状 嗯来不及了 你把手柄对准敌人准备射击 虽然第一次听说手柄还有这种功能 但李湘还是听话照做 一阵闪光过后 偷掉着帽子受到了重创 可他仅仅缓了一秒钟又直起了身体 还发出了一个有点耳熟的声音 又终于见面了 我是多神 再次传送回到了李世间 虽然又回到了冒险的起点 但这熟悉的场景竟莫名让人感到安心 多神告诉他们 现在的自己是远程侵入了偷掉者的防护服 而如此霸道的技术之所以得到现在才用 是因为一旦启用 多神的位置就会暴露 接下来就要面临着偷掉者们无求值的追杀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慢慢猜谜了 这一次他会说出全部的事情 就像而人猜测的那样 表世界并不是现实世界 而是偷掉者们囚禁着人类的牢笼 偷掉者这个名字也已经早就剧透光了 他们真的是大量捕捉人类来加工食用的外星文明 举例来说 如果地球是一片海洋 那李世间就是航行在这片海洋上的渔船 而表世界则是偷掉者们为了不让捕到的鱼 而马上死掉为人类特别准备的渔户 至于原本也被囚禁在表世界 却通过bug进入了李世间的李湘和雍子 就相当于偶然爬出了渔户 在渔船上四处闲逛的小鱼小侠 既然有偷掉者 当然也会有监管者 在宇宙社会中 人类本是尽职不杀的珍稀物种 但宇宙文明对死亡的定义与人类不同 只有能察觉到自己的死去 才算是真正死去 于是偷掉者们想到了一个卑鄙的方法 他们先利用能将实体压缩进虚拟空间的技术 大量捕获人类 随后仅收割人类的身体用于加工 人类的大脑则会被投放到 与地球环境完全相同的表世界里 这样一来被杀害的人类还误以为自己仍旧存活 不过这样一来解决的方法倒也简单 哪怕只有一个人类从渔户中成功越狱 并自愿作为人证 指控偷掉者杀害了自己 监管者就能以此对偷掉者们发起制裁 多神就是被宇宙中的监管者们选中的代理人 而他被赋予的任务就是赶在偷掉者们到来之前 提前在人类中普及越狱的方法 以确保有人能逃出渔户出庭作证 没错 多神开发的游戏地下城传说 本质上是一种训练人类利用bug 从渔户中逃脱的教学程序 好家伙 你以为你在通宵打游戏 其实是在熬夜上网课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李湘和勇子恐怕很难相信这样的天方夜谭 所以我们这些被捕获的人类 莫非肉体已经被加工成了食物 对此多神的回答是 暂时还没有 况且就算已经加工完成了 像监管者这样的高级文明 将全人类恢复人状应该也是一如反掌 可是唯独出庭作证的那个人 必须作为遗体永久保存在对方的世界 换言之 这是个靠牺牲艺人来拯救全人类的伟大计划 作为协助者的多神 无法胜任这个人证的工作 因为他并未被偷掉者捕获 而是主动潜入 但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他在表里世界中死去 就不会像李湘和勇子那样 受到系统的保护 虽然方式不同 但他也是在赌上性命拯救人类 想要出庭作证 至少也要等到身体被加工后才行 要等一周一个月 还是一年全看偷掉者的心情 在此之前 李湘和勇子可以继续躲藏在李世界 并认真商量一下由谁来出庭 毕竟证人只需要一名 没有必要一起牺牲 离开前 多神还特意准备了一份鉴别大力 他知道李湘用手柄重塑了勇子的身体 虽然是个有点荒凉的世界 但还是希望李湘和勇子 都能好好享受着最后的时光 其实无需多神叮嘱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 李湘一直有在好好享受 甚至在勇子看来 李湘脸上神采奕奕的表情 在现实中都难得一见 尤其是在从被多神入侵的偷掉者身上 收获了对方的武器后 左手魔法棒 右手电击枪 他们从最初只能远离偷掉者 东躲西藏 到后来偶尔遭遇了偷掉者 也有一战之力 到现在已经开始主动引来偷掉者 将其缴械后传送封印 李湘真的越来越适应这个世界了 可是与享受当下的李湘不同 勇子几乎无时无刻 不再为出庭作证的事情烦恼 一身烦骨的李湘 当然不会选择牺牲自己 从他自信的表现来看 应该是想要消灭所有偷掉者 凭自己的力量拯救人类 无论是游戏还是生活 李湘都是那种不信攻略 只信自己的行事风格 可每当这个时候 作为朋友的雍子 就不知道自己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四千想后 雍子让李湘复原了自己的身体 不仅因为那粗犷的外表更适合战斗 也因为那具身体才是他最真实的样子 也是属于雍子的生存之道 打那天起 雍子就全身心投入到了与偷掉者们的战斗中 努力配合着李湘一个又一个脑洞大开的作战 甚至隐仗着自己的不死之身 屡屡做出奋不顾身的举动 哪怕已经遍体鳞伤也没有停手 白天他们不知疲倦的战斗 夜里就抓紧时间恢复体力 偷掉者清除计划 貌似在有条不紊的开战者 可即便是迟得如李湘也意识到了 于静静享受着这个不可思议世界的自己不同 雍子他并不开心 他是在为了迎合李湘而勉强自己 听见雍子又一次在梦中呼唤着男友的名字 李湘不禁感慨 其实吧 我早就发现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 身体是不需要睡眠的 迄今为止没有告诉你 只是想制造些独处的时间 那么能如此沉沉入梦的你 想必根本就不属于这里 半梦半醒间 雍子被一阵晃动惊醒 睁眼一看 居然是许久未见的赤斗人 还好对方只是在对面的区域内活动 隔了一扇拉门的自己还算安全 可是当他仔细看向远处 才看清李湘和自己 已经被这片新出现的虚空隔开 这可不妙 李世界太广阔了 一不小心走散了 他们就很难会合 就在雍子惊慌的四处张望时 突然发现身后有一扇敞开的传送门 传送门前还有李湘留给他的字条 回到男友的身边吧 你这家伙突然抽什么疯啊 我怎么可能丢下朋友独自逃走 可面对怒不可恶的雍子 李湘只是平静地回答 因为我发现这里并不适合雍子 你就在渔户里安心地等着我吧 别担心 最坏的情况下 我还有出庭作证这张王牌 你和大家一定会得救的 可雍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才不是能不能获救的问题啊 你到底怎么了 我认识的李湘不会说这种话 李湘对着雍子淡然一笑 因为雍子再这样继续的话 我就看不下去了 你可是我最后的朋友啊 随着表里世界的真相被完全揭开 与偷掉者们的对决 也终于进入了最终章 然而就在这时 李湘突然告别了一路同行的好友 准备独自迎接自己的命运 这场奇幻的冒险最终究竟会如何落寞 下一期 百万迭迷共将迎来最后的大结局 另外说一个重要的是 本周双更 如果感受到了UP的诚意 请务必要多多点赞投币 三连支持一下 最快明天最迟后天 让我们一起见证 旧世主的诞生 最后的愿意 明天最后的愿意 准备 4 3 5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